今天您微博了吗 这句话现在好像已经变成了中国大陆民众打招呼的方法了 而且呢事实上啊 您知道吗 就连厦门警方办案竟然都靠着微博的线索 侦破了一起女童遇害的案件 躺在病床上 一度为细肺病所苦 没钱看医生的陕西矿工 终于动手术 最大恩人就是微博上成千上万出钱出力的网民 送了5000块钱 然后就是说 呃 没钱没药医 矿老板拍拍屁股不管 这名走投无路的矿工 在微博上抛文 引起无数人同情 还募到了三万多块人民币的医药费 微博一点都不微博 连抓药犯都靠他 下面一个女童湿沉大海 当地警方在微博发出案件协查的讯息 被万人转发 目前得到了犯罪前人的线索 包括查证的事员 跟我们微博平台的帮助和扩大的影响 警方利用热心网友们提供一百多条有价值的线索 顺利侦破案件 成功逮捕犯罪嫌疑人 女童的亲生父母 再次见证 微博未利 中文字幕立方 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rek acontece 额 代表 忚用 口